繼續開市 主持黃偉傑 何啟聰 大家好 歡迎大家收聽星期三晚繼續開市 今天港股是低開的 行至低開150點 但是全日高低位 開始後大概半小時就見了高低位 最低是24733 最高曾經反彈到25,094點 之後就牛肥了 收市是報24,886點 跌54點 跌0.2% 成交就多了很多 另外國旨方面收市是上了一萬大關 昨天都收到 連續兩天都在一萬點上 今天收到一萬零九十九點 28點升0.3% Ivan 今天的市況好像沒有預期那麼波動 那些指數牛紅症的資金流又有沒有什麼移動呢? 是的 如果看回指數牛紅症的話 今天的大市還未能夠站在2萬5千點上的收市 但是仍然都繼續看到有些資金入場去買牛症的 雄症方面來說 反而就看到相對是少一些資金去做一些過市的部署 似乎大市就算在市場預期可能是特朗普當選之後 其實那個調整幅度也不是說太大 令到淡有就不是很敢坐這個紅症過市 資金流上面來說 今天反而是牛症那邊的資金流量略為多一些 但是整體那個氣氛上面 我想大家都還是比較觀望的 因為雖然說美國大選點了的票都不少了 但是可能在部份的州份仍然都會有一些的爭押 或者都要一些時間才可以公佈到最後的結果 這方面的因素可能在短期這一兩日 都會繼續影響著港股或者環球股市方面的表現 嗯 今天的焦點股就是阿里巴巴 因為買的站門上市 令到股價大幅低開的 今天阿里巴巴收了277.2 跌了22.6 跌幅是達到7.5% 昨晚Ivan跟你談的時候 你也提到 看到多了資金流入 阿里巴巴的淡流 那這些春光鴨 今天應該可以受惠到那個裂口下跌 又見不見到一些卵政方面 趁低去平淡倉 或者開號倉呢? 是啊 今天這些預先入定這個洪政的資金的話 今天都在市場上面 大部分都是平倉離場 似乎資金都是部署一個短線的深度的調整 既然這方面的因素又反映了 股價也有高位曾經回落接近一成的話 這些資金就離場的話 也都順利成章 但是日後我想大家都要多些去留意 這些卵政市場上面一些比較特別的資金流 之前在節目裡和師傅都提過 其實我們都比較少見 阿里的淡倉有這麼多的資金入入 幾天之間有過億的資金入入 其實對投資者來說 我想就算你說未必可以做一些根菇的部署 但是都可能會有警覺性在那裡 會不會有一些不利的消息可能會發生呢? 但是自己如果做好倉的時候 是不是需要減一減呢? 或者要規避一下風險呢? 都可以從日後 都可以多一些去這個角度出發 我們的網站 Cs1.com裡面的 都會有相關的一些資訊 其實平日大家都可以留意多一些的 昨天都和Ivan聊到 問騰訊又見不見到 同樣又多了很多資金流入的淡倉呢? 就見不到的 不過今天騰訊給阿里巴巴拖累 都要跌了 但是跌幅相對就輕微很多 所以今天收588.5 跌了9.5 跌幅是1.6% 陰陽粥土土反而有低位買上去收市 就形成了一支的陽粥的 那麥靖的資金流有什麽看到呢? 是的 那麥靖的資金流方面來說的話 反而就見到都有一些資金入場去部署看好的 畢竟騰訊也好 或者港交所也好 短線固執有一個震盪 但是你看回整體一些的科技企業 其實今天的股價表現都非常之強勢 比如說小米集團 或者美團點評的話 美團 現在改了名字 做美團 其實也都見到它的股價 反而是有一個比較大的升幅 所以阿里就可能本身是比較直接 和比較正面的一個影響 但是騰訊方面來講見到 也都在低位有些資金入場 港交所同樣都見到這個情況 後市的話 還是繼續留意一下 600元這個水平 會不會稍後 如果大股穩定之後 能夠重上回樓上? 你剛才提到美團點評可能受惠資金的流入 今天就再創新高價 創出319.6的新高價 大股收就收313.8 升了17.8 升幅6% 它的卵證是不是都同樣見到多了資金 去流入它的看好的卵證呢? 在美團點評方面的卵證的話 就是投資者的取態上面都比較短線的 今天日內的證股其實都已經有一定的升幅 坐過市的資金量就不算太多 也都有一些可能說 先前是買了貨的一些資金的時候 反而就可能是沽一沽鎖定回一個利潤 但是技術上面走勢都值得和大家看看的 因為它能夠突破到300元這個位置 連續幾天其實都是在300元附近的水平整股 終於突破了300元這個位置的話 再加上現在市場可能暫時 從那個資金從這個亞利益裡面 去換回其他的科技企業裡面的時候的話 後市都可以看看美團點評 會不會成為一個資金流入的新的對象 另外小米今天都影著上升 升幅是接近8% 甚至發收23.9毫半的 他的卵證的資金流入有沒有增加呢 是啊 反而24元左右的水平的話 其實看到比較多的資金是去開潑的 可能大家都知道小米方面的估計 一向波幅度比較大 今天升到上去24元都是一個比較重要的關口的話 反而就有些資金就潑回頭 是不是繼續潑? 我想看看明天方面的表現 明天的股價是無以為計的 當然可以繼續考慮是否做一些高位 後高沽的一個部署 或者拿著一杯的朋友可以提高那個指責 但是如果說明天的交投繼續都是高的 反而可能在淡倉方面要考慮是否會買一些貼價 或者可能要先行指示 吉利就連升三天了 今天曾經是升穿過20元 最高見到20個銷售官 收了就收19個奴發 升了6號升幅 3.1% 舉論證的資金流有什麼變化呢? 至於吉利的話 今天都是以一個獲利回吐的為主 其實連續三支揚足了 那個股價看到去到20元邊的水平的時候 今天似乎高位有點阻力 後市可能有需要就是20元邊先做一個整股 還有看回證股的成交來講 都是有逐步回落的一個跡象 可以留意一下當那個證股價整股的時候 再看看是不是做了一些短時間的部署 可以留意一些輕微價外的營購症 或者還有一些牛症去做部署的 最後我們看看中芯國際9.81 近期都慢慢慢慢爬升的 昨天最高見到24.2號半 但是接近200天線 今天看到那個回動壓力是大了的 今天收市就報22.3 變了一個無判跌幅 6.5% 它卵證方面的資金流又有什麼看到呢? 今天卵證資金流方面 你看到那個證股跌幅比較大 其實就有些資金就流入去牛症的 證股方面來講 其實過去幾天 受到大家預期可能說 美國方面有機會拜登勝選 對中芯方面的出限 就是可能有機會是放寬的一個刺激 一度就帶動股價向上 但是暫時看到美國大選方面的公佈票數的話 看到中芯在下午的調整的幅度是擴大的 後市我想要看回10天線 就在大概21.7的水平 還有美國大選的情況 防對於這些高科技企業的時候的話 後市的影響在哪裡呢? 好 講到這裡 我們先休息一下 我們下次見 下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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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回來第二節的時間了 師傅 今天港股方面的波幅 就沒有大家預期這麼大的 我想主要的原因也是 看回那個主要的原因的話 也是可能暫時美國方面那個大選那個的結果 還沒有公佈到 大家都還是比較觀望一些 但是指數水平其實收市都是跌五十多點左右 都是迫近兩萬五左右的水平 如果看好後市的 我覺得恆子後市有機會是重遇兩萬五千點的話 可以留意牛政的選擇 分別就是有這個59787 以及就是61803 59787這隻恆子牛政 收回價兩萬四千五百五十點 一萬一對一人牛政選擇 剛剛給了大概五十七倍 61803收回價兩萬四千四百六十點 一萬對一人牛政選擇 明天新上市的牛政選擇來的 至於看淡後市的 我覺得指數都會受制了 一萬五千點水平 想留意熊政的部署 可以參考一下 比較高槓桿的紅政有50470 收回價兩萬五千三百零二點 一萬二對一紅政 槓桿比率提供大概39倍 另一隻紅政選擇就是5450 收回價兩萬五千四百點 槓桿比率33倍 也是一萬二對一的紅政選擇來的 嗯 接著我們看回今天的焦點部分 就是阿里巴巴 他的股價就是 列口下跌出現了一個闊十七元的列口 介乎二百八十九元 二百九十九元到二百八十二元之間的 那阿里巴巴的那個卵政可以怎麼部署呢 是的 阿里巴巴的話 其實看到他的股價 今天都是受到螞蟻這個事件拖累了 也都一度是跌近10%左右的 其實如果說螞蟻上市這件事情的時候 暫時是要各自的 也都暫時還不知道那個 再度上市的那個日期的話 我們可以參考就是在這個消息公佈之前 就是阿里巴巴的股價大概是什麽水平 我們看回如果在圖表上面 大概是二百六十元邊的水平 就是那個起步位 短期後市可能矮近二百六十到二百七十元這個位 是一個比較密集的支持區 但是後市可能在大概二百八十元樓上 都會有一個比較大的阻力 可以考慮就是是不是將那個策略上面 改為一個區間部署 矮近二百六十元的水平的話 可以考慮是否做一些好處的部署 但是上去二百八十元 這些位的位置可能要考慮是否施行食物 或者做一些厚膏做淡的部署 如果說阿里巴巴方面那個看好的產品的話 可以留意一下 如果說相對比較貼價一點點的認購證 也有一個25760這個阿里的call 25760這個阿里的call 行食價三百二十一個八毫八 明年三月份到期call 實際槓桿比率大概是6.8倍 還有阿里的call 25760 至於這個put方面的選擇 可以留意一下就是有25757 25757這個阿里的call 行食價就是252.8毫八 明年三月份到期實際槓桿比率大概是5倍左右 如果說押近260多元這些位置的話 介紹想做一些牛洪政方面的部署 牛政方面的選擇的話 可以參考有63850 63850這個阿里牛收回價255.3毫八 共關比率10.3倍 至於阿里的call 可以留意一下就是63735 收回價就是318.8毫八 共關比率大概是5.8倍的 嗯 騰訊今天最低就叫做573.5 守住條20天線 收線上588.5 都收到在10天線之上的 10天線就在586.1毫八的位置 那他的論證又可以怎麼保存呢 是啊 那如果騰訊方面看好的認購政策選擇 可以留意一下有26567 26567這個騰訊call行食價就是685.5毫 明年一月份到期call 這個call實際槓桿比率比較高 大概是11倍左右的 至於看淡的話可以留意一下 put的選擇的話 就有22605 22605這個騰訊的put 行洗價就是514.5毫 明年一月份到期 這個put實際槓桿比率大概是8.6倍左右的 另外也就是看牛洪政方面的選擇 牛政方面的選擇的話 騰訊的牛政可以參考 就是有這個52856 52856這個騰訊牛政收回價就是556.8毫八 槓桿比率14.9倍 洪政方面可以留意一下有55761 收回價就是618.8毫八 槓桿比率大概是15.5倍的 嗯 今天美團就創新高價的 也都改名叫美團不叫美團展平了 收市都收313.8 升了6% 它的卵證又可以怎樣選擇呢 是的 其實看回美團的股價的話 衝破了300元這個關口 看到阿里巴巴的股價受壓 似乎資金就換回去其它的一些科技企業 當美團突破到300元的時候 都有一些短線的資金去進場 成交方面來說 今天就略順於前幾天在280元突破的時候 上升的時候 但是都是一個比昨天上升的成交 如果說看好後市它的股價可以繼續向上突破 可以留意一下美團的call有26568 26568行使價366.66元 明年3月份到期call 這個選擇可以留意一下有25375 25375這隻美團點評的put行使價是250元 明年的2月底到期的put 實際的公關比率大概是5.1倍左右 至於美團點評方面來說 如果想留意一些牛洪政去做一個部署 牛政可以留意一下 明天新上市的比較貼價的高槓桿牛 就是61791 收回價290元8.8元 明天新上市介紹一下 留意它的表現 看淡的洪政選擇有隻6513 收回價338.8元 槓桿比率就是9.1倍 小米今天的股價也是逆市上升 而且升幅是接近8分的 小米的卵政可以怎樣選擇部署 小米方面來說 看看股價今天就是有一個向上突破 也是早段逆市的時候已經有突破 還有出現了一個大洋燭的 似乎也是資金由你方面 轉向其他一些比較落後的科技企業 小米暫時的股價就是24元的阻力位 後市看看能不能夠突破 看好的話可以留意有這個小米方面的call 26206 26206 這個小米call行使價是28.08元 明年3月份到期call 實際槓桿比率大概是5倍左右 至於put方面的選擇的話 可以留意有26205 行使價22.28元 明年3月份到期put 這個put提供的實際槓桿比率接近4倍 另外吉利連升3天 今天的股價就一度升穿20元 最高見到20.45元 但是就未能夠多穩20元留上收 吉利的卵證可以怎樣選擇呢 是的 那20元可能有機會是要在原水平先做一個整股 因為看到都連續三支大洋燭上升 開始在20元這個關口暫時看到一些阻力 我看好想後低部署可以留意一下 價外call選擇17713 17713這一隻的吉利call 行使價21.08元 明年1月份到期 這個call實際槓桿比率大概是5.5倍 至於如果看淡的話 可以留意一下 就有put的選擇 17555 17555這一隻吉利put 行使價是16.8毫升 明年1月份到期的put 實際槓桿比率大概是5.7倍左右 嗯 最後我們看一隻981中心 在近期升了一段之後 今天就出現回調的 收市報大約3跌幅是超過6% 但是上次也提到就說 這隻中心回落回來 都看到一些資金流入它那些看好的卵證 如果看好的話可以怎麼選擇呢? 好 如果說資金流方面來講的話 看到今天中心方面反而是比較多資金 就留意一些牛熊證的 牛證方面如果看好它的股價 在後市都可以站穩在這個 這個平均線方面來講 就是10天線21.7這個水平流上的話 可以參考牛證的選擇有一個54145 中心牛54145收回價20元 槓桿比率5.7倍 至於看淡的紅證選擇有63543 收回價25.28元 槓桿比率大概是4.7倍左右 好 Ivan 不如你講一講 你們每年都會送出一些精美的日曆 給我們的精準 如果想拿到2021年的日曆 可以怎樣去申請呢? 好 可以回到我們隨隨的網址 cxworks.com 首頁那裡 就會看到就立即登記索取 2021年的精美的日曆 就是按進去的時候 做一些簡單登記的話 就可以免費在你的遊戲地址那裡 就已經過幾天就可能會收到這個月曆了 嗯 好 今晚提過的股份 Ivan 你有沒有持有呢? 沒有持有啊 我都沒有的 明晚和大家再見 拜拜 拜拜